孝公办完了营钱 接下来交代警监要办老干龙 上阳这时急吼吼来找孝公 指责其违法处理营钱和干龙 以人质的方法最伤害法律 这一下可伤了孝公的心 商君啊这都是为了你啊 我终身不负你魏央 你这样指责我太伤人心了你 魏央表示我怎么不懂你啊 如果不是这么多国家大事 你死我也陪你一起死了 可是你这偏离法治 用人质的方法埋下动荡的后患呢 你这是国有二法国之悲哀啊 孝公临死又一次受教了 对魏央深深义功 太子营寺一直秘密探查着当年的事 孝公出巡寒谷官亲自登关 回顾着秦国的历史 展望着秦国的未来 康熙想要向天再戒五百年 孝公却只开口要二十年也不得 殉岛的营寺将营寺和商鞅的手拉在了一起 并交代众人保护好商军 轰然崩世 商鞅安排太子火速返都 小将司马措守韩谷官 不许六国使臣及商旅入关 公元前338年 46岁的秦孝公逝世 在位期间接手几乎被列国瓜分的穷弱秦国 稳定乱局 求贤治国 成功地建立起坚不可摧的战时法治社会 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为中国文明史立下了一座不朽的封碑 上扬把上方宝剑 穆弓剑 随葬孝公 捍卫法治 无计代价 纵死无悔 再一次表达了要法治 不要人治的崇高法治信仰 营曲良是压垮甘龙新政的石头 他死了 甘龙反而心里空虚了 营曲良啊 老夫没死 你到先去了 你是秦国老氏族的一道天所 如今大山崩塌了 而老夫的心里却是空荡荡的没有着落了 虽为政敌却十分佩服和敬重孝公 孝公的盛年早逝 甘龙也是痛心疾首 同时甘龙也要出山与商鞅较量了 正道之仇 身似海 老夫与商鞅的较量 新政与变法的较量 还没有完结 听说孝公死了 魏王兴奋的要兴兵夺回河西 立即不出再多河西 赢四成为秦国新军 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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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